刚刚在深论的时候 江委员确实也画了一些大饼 那黄珊珊对于极战力非常的重视 我相信大家都有 是怎样把事情做好 不过我还是把事情拉回到我们的市政 大决战将到现在 历经马英九签约 华龙斌新建 柯文哲停工再复工 中间经过了17年 柯文哲第一任当选后 把他列为五大弊案 但最后他呼喊让他继续的新建 前几天法院一审判决马英九的爱将 李素德 他图立远雄造成政府重大的损失 判了九年 赵成雄也判了七年 其他人也被判刑 我的对手 两位都是律师 我要请教两位 大巨蛋弊案中 马英九 郝龙斌 柯文哲 三位市长说 三位市长中 你们认为谁应该要负比较大的责任 大巨蛋案简单来说 就是国民党的弊案 柯文哲是否来善后 民进党卡关 刚刚处理的一审判决可以证明 就算是马英九 当时也没有办法阻止国民党内部 盘根错节的不当的政商关系 如果连马英九都做不到 蒋万先生如何能改变 这个责任在马英九时代 他把248亿的土地 用零权利金 让出去给厂商BOT 在我副市长卸任之前 我已经完成跟远雄重新的议约 我们取回应该得到的权利金 只要这个大巨蛋开始营运的第一天 我们就可以营收只要一千块 我们就可以收到六块钱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确实可以取回 当时在马英九时代签下去的 几乎是完全不平等的条约 中间的囤工是因为远雄没有暗图施工 没有暗图施工的过程才把它停工 但是因为它正在兴建 所以法院同意它 针对会秀实的部分可以继续施工 所以它不是自己长出来的 它是法院让它施工的 接下来它必须完成所谓的变更设计 才能复工 所以整个是按照所有的 包括变更设计 经过内政部台监中心审查 所有的消防审查 才让它复工 接下去先要再办 最后一次的变更设计 就卡在中央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这一年半 中央没有说出任何 不给它通过的理由 到最近要选举了 突然间有条件通过 所以接下去相关的程序 会按照刚刚讲的 经过程庄的把关 一定要到安全的情况下 台北市政府才会让它隐喻 重点是不是谁的责任 这是国民党的弊案 柯文哲市府来善后 中间的停工 完全是为了维护 台北市民的公共安全 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要先针对陈中先生 在声论的时候 又说为什么 我又在质疑又在问 关于疫苗采购的过程 以及防疫的缺失 其实装税的人不是我 全民的疑问 你又拿粗暴的言论 大可不必的态度来面对 其实如果陈中先生 你好好的清清楚楚的 把人民对于疫苗采购 整个过程 包括高端EUA的审查 能够交代清楚 我们根本不用问第二遍 第三遍 第四遍 就好好的面对 清楚的交代 这么简单 其实我想 针对大巨蛋的问题 它是一个公共政策 非常严肃的课题 其实在这当中 如果有任何公务员违法 我们当然是依法就办 误网误众 尊重司法 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其实大巨蛋的处理 我想市民感受非常深刻 我们再也经不起 任何的政治算计了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说中央在刁难 一个说地方在护航 这么重要的公共政策 都淹没在中央 跟地方的口水当中 这不是市民之福 面对大巨蛋 有几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 公安的问题 台湾大型建物非常多 绝对不是只有大巨蛋 未来 我们对于大型公共建筑物 相关的安全标准 要一致 第二 现在台北市政府 面对的是 远雄提出来的 18亿国陪 未来 我会好好的 透过谈判协商的方式 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 第三 未来的营运方向 我想我可以和市民保证 一定会让大巨蛋 成为棒球的大巨蛋 运动的大巨蛋 同样的 未来 我一定会用最严格的标准 来检验相关的工程品质 将相关的工程 缺失 一一的确实改善 让安全 合格 程序合法的情形下 才会正式启用 还给市民大巨蛋 好的成果 少子女化是国安危机 你们一位是卫福部长 一位长期在未还委员会 都束手无策 生育力还是一路的滑落 2018年行政院提出了 我国少子女化的对策计划 五年的计划编列超过2500亿 但是审计部的报告 却说政府砸钱的方向错误 更严重的是 陈时中接任卫福部长 成立了少子化办公室 却只开了一次会 拿了7.91亿 请问陈时中先生 你浪费预算 不负责任 未来是不是还要用这种态度 来面对台北少子化的问题 请问蒋万安先生 你成立的 你主张成立人口对策办公室 跟少子化办公室有何两样 你对台北市的少子女化 又有什么对策 我们希望你们正面的回答 刚刚讲的所有的问题 台北市在过去这几年 人口流失非常严重 有20多万人离开台北 这当中当然包括 我们新上人数持续下滑 我提一个数据 大家就很清楚 在好龙兵市长的时候 我们台北市新上人数 2万9 将近3万 但是柯市长就任的时候 一路下滑 到去年只有1万6千多 几乎减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我也提出很具体的做法 未来 第一 我要提高首都的生育奖励金 第一胎从2万提高到4万 第二胎4万5 第三胎5万 另外 生两胎的小家庭 可以优先入住社会住宅 而且租金八折 第三 我会增加提供给私立幼儿园的补助 从现在的每一个学期 一万三千六百六十块 提高到每年五万块 其实这些做法 就是希望能够减轻 我们年轻爸妈的负担 让这些年轻人 在台北市赶生 愿意生 养得起 也住得起 这绝对不是无意的花钱 而是投资我们的下一代 就是投资台北的未来 我们希望期待的 是一个充满笑声 让孩子可以尽情挥洒自我的台北市 而不是看到留不住人才 人口不断外流 而这八年来 其实大巨蛋持续卡关 交通内户的交通持续塞车 都市更新的速度持续缓慢 我想这些都不是台北市民 希望看到的 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 能够带领台北市 具有国际的事业 没有行政包袱 能够勇于创新 图配法规的框架 带领台北市 大步往前的迈进 而希望能够让年轻人 能够留在台北市 打拼竹梦 能够真正发挥自我 实现无限的可能 这才是接下来 市长要做的事情 而我相信 我就是最适合的人选 扫紫花确实也是一个 国际的趋势 台湾也面临着困难 立正政府都非常的努力 在做这件事情 那首先我还是要问说 台北市为什么 从270万减到246万 其他的城市 也没有减那么多 所以台北市也应该 要去检讨 整体的育额的政策 或整体的生产的政策 到底有什么问题 那零到六岁 国家一起养 这个政策 在这次蔡英文总统 揭示出来之后 我们一步一步的 对于各种补助 都尽量希望把它做好 不管从孕 产 育额 在孕的时候 我们有人工生殖的一个补助 基本上让大家能够 不能生的时候 或者我们可以冷冻胚胎的时候 在它适当的时间来生 增加一个可能的机会 生产的时候 我们全人类 全年龄的一个照顾 甚至对于身心障碍者 我们也给他一些陪产 给他教他怎么样来生 那另外 爸爸妈妈的亲子教育 爸爸也要进到生产线里面来 来帮忙妈妈 那这样大家都比较好 就比较愿意生 也比较赶生 那至于我们会用育儿指导员 在小家庭里面 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帮手 至于在坐月子 也有三万六 刚才也讲过 让新手的爸爸妈妈 他能够有一些 把妈妈的身体照顾好来 那未来 我们在托育的部分 也会加强 名额不足 台北确实不够 所以我们要多一千个名额 那另外二岁的专班 我们来做 那增加社区的亲子管 那公司学历 推动在校安亲 都是要让大家 在育儿的时候 能够更安心 只要把这些相关 在育儿的手段做好 加上我们进来 国家中央的 一个人工生殖的补助 那加上我们的 爸爸妈妈 又能够有临托的体系 那父母就会赶生 那未来少子化问题 就会得到解决 台北市的新商人数 屡创新低 主要原因 也是年轻的父母 因为育儿负担 所以不敢生 也不愿意生 为了因应台北市的高房价 高物价 其实我也提出了 放宽或加码育儿津贴 包括生育奖励金的加倍 第一胎两万变四万 右托公托市府金额补助 增加等等 但很遗憾 陈中先生 您在担任为部长任内 居然否决台北市议会 放宽育儿津贴补助的想法 甚至用条件补助来威胁 你跟台北市民有仇吗 您用的理由 居然是担心外县市人口 大量移入台北市 陈中先生 您难道不希望台北人口变多吗 不知道台北人口流失的问题 非常严重吗 我希望陈中先生 能说明您否决的原因 同时也请黄前副市长 一起答复 就这个问题来回应 谢谢 我相信中央在做任何政策 都要考虑它的横平性 我相信蒋万安委员 在立法院这么久 我们所有的法案在讨论的时候 城乡的差距 台北市跟其他地方的一个关系 以中央的角度 必然是要去考虑的 我们并没有去否决要增加 只是我们提出相关的证议 相关的证据 希望就是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对于整体 地方 台北市 各方面的一个横平性 要予考虑 那至于我未来当台北市市长 我当然要把它增加 我当然会跟中央来沟通 所有的事情不是讲过一遍就好 所有的事情如果觉得有道理 应该把道理拿出来讲 不是说人家讲不行就不行 那这样子什么事情也都做不成 当一个台北市长 应该有这样的责任 能够跟中央沟通 有什么样的需要 要大声讲出来 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子做 我相信台北市议会 或者是台北市 也都有这样子讲过 那大家都有经过 充分的沟通 当然里面有一些问题 期待解决 我跟中央的关系最好 我最可以跟大家来沟通 我进到市府以后 刚才讲完先生 你所不了解的问题 我也可以尽量去了解 然后跟中央沟通 循着一个正常的管道 让事情做好 那未来我还是要非常加强 整体在托育 托儿或者在我们学校的公司的安心 让他能够小朋友安心的长大 至于我有提出一些相关的一个在游中学 希望小朋友身心灵能够健康 打造一个爱游的台北市 希望我也提供1500块的义邮券 能够让小朋友给去看体育活动 看无法活动 让大家身心灵健康 让我们的小孩子能够照顾得越来越好 政策需要很平行的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 我想蒋万安委员应该不会不清楚 台北市人口降低的原因 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是 全国的人口在2020年就开始负成长 不是只有台北 第二个六都的人口都下降 除了桃园之外 也就是说台北的人口下降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你们可能不知道 台北市在这两年拜防疫所赐 所有的国人他可能回来因为要隔离 所以有除几的人数就高达10万人 台北市被处击了10万的人口 第二个是台北的交通 因为有非常绵密的捷运网络 所以现在有非常多的人 他把他在台北的房子卖掉 到新北市或者桃园市去居住 这也是全世界都会区的正常现象 也就是他以前到台北可能很麻烦 所以现在有机场捷运之后 非常多的人口移转到桃园去 所以买到新北桃园的房子 让桃园的人口增加 所以重点是要对症下药 我们提供相关的生育补助 这个部分台北市政府是优先全国做的 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让年轻的女性 她愿意生 她才敢养 因为如果生育是一个女性的责任 她就不会愿意生 所以我们要提供一个友善托育的环境 而不是只是单纯发钱而已 让每一个托育中心 每一个幼儿园 他们的老师安心的 能够安心的工作 得到合理的薪水 让她的品质好 我想父母才会更愿意 最后我们希望打造台北的居住正义 居住正义在台北市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现在台北市政府也在透过各种方法 多元来增加所谓的居住单元 居住单元里面最重要 它是可负担的住宅 最后我们要打造友善国际的环境 也够欢迎全球的人才 都能够来台湾定居 也就是在整个人口过程里面 我们大家一起在做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